今天早上刚要出发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的后轮这里他竟然漏风了啊你看扁曲的 我发现了我的这个后轮 他的这个花纹竟然那么快就薄去了 哇我那天才在万象刚刚换不久不了了这个 蛮贵一下的了 他竟然那么快就薄了 你看跟我的前面的这个 Message的比起来这个这个应该是走的差不多看差不多八九千公里了 你看看还好好的 哇这个 真的不行啦 那么快就薄去了 要拆出来检查一下了我感觉应该是中了一个小小的刺 给你们看啊 啊这个呢就是他的罪魁祸首了 然后一个小小的剑刺 啊 现在 用这个指甲刀把它拔起来 这指甲刀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 哇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个的然后就会把你整个 轮胎呢就是弄到不能用了 真的是 监视处理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找他的这个漏风的这个点 然后 在这个 住宿这里呢 还有水源 所以就比较方便我了 那我已经是找到漏风的地方了 就是 看 这边 这个 漏得蛮大的 那个 漏风的速度蛮快的 OK 就在这个点 现在要用这个我的那个 贴纸跟它补上去 这个洞 在那个漏风的那个点那里呢 用这个砂纸 跟它磨滑 磨滑过后呢 然后就要涂上一层这个 rubble gum 好 涂上来 然后 再把这个贴纸 这个sticker呢 跟它 贴上去呢 基本上就是 完成了 好 他的鼓动的 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幸好呢 那天我是在 万象那里呢 是买了一盒这个rubble gum 要不然呢 今天真的是 完蛋了 我已经没有那个 补贴的sticker 好 现在呢 是把这个贴纸 补上去了 现在呢 要等它干多一点点 然后就可以把它 装进这个轮子 然后就大功告成了 话说 这个贴纸 这个比较传统的方式贴纸 是我目前为止用过最好的 那些现在有很多那种 比较user friendly的 直接让脸上去 不用用那些gum 我跟你们讲 那个基本上是不能用的 他们 最多只是给你emergency罢了 他过不久呢 一下子呢 他就会 漏风了 还是这种 最 最 最传统的是最好的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 这样子的那一台 补了 10多个洞 然后那条那一台呢 还是可以用了 好嘞 我的后轮呢 是处理好了 现在是 老婆时间 早上9点半了 差不多要开始出发了 好 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 其实 他蛮多都是尖的 然后你看这个 小小个的这个 轮 他已经是尖了 那我在骑行的时候呢 他其实已经是 非常严重的 这个 在跳链了 我感觉呢 他 灰姑娘呢 差不多是 没办法上山 他上山的话呢 是一直在跳的 那我到越南的时候 应该是要 跟他换过一整set 要不然的话呢 真的是 没办法去洗 那个 哈姜路 OK 在这边 先休息多一下 等下就要开始出发了